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兩粒,進階食法每天八粒。 我們敏滴裏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膚痕癢,皮膚過敏,主副手,對皮舌脫落和氣管過敏都有幫助。 大家好,我是你們的外星系主任,今堂我們的講題是,小灰人在外星人研究學中也叫羅斯威爾外星人,首次目擊報告是1961年9月19日, 亦是一種外星人或外星生命的通稱,特別是在飛碟相關事件和超常理事件中。 雖然有人自稱見到各種不同外星人,但是小灰人依然舉足輕重佔有75%美國目擊報告, 20%的歐洲大陸目擊報告,12%英國目擊報告。 電影的小灰人描述是120厘米,4呎,高或超過5呎高,有灰色藍灰斜線綠灰斜線紅灰,皮膚,身體細小,沒有大塊肌肉,腳短,步伐不敏捷,手長及膝,有6隻手指。 頭髮沒有頭髮的頭,又小的頸部支撐,頭的比例很大,黑色,大眼睛,扁平被割,小的嘴沒有外異。 在很多案例,皮膚也有似是垂直兩條裂口狀的。 有時說他們是穿著灰色緊身衣制服,也有人說是赤裸。 而不理是衣服或赤裸都無法分辨性別,都看不到外星直氣。 雖然不同的媒體上有各種小灰人角色出現,但是大體概念上都是小身體的大頭人物,有大眼、小臉、本形象已經在流行文化傳在超過100年。 類似小灰人的概念也在多個科幻小說登場,包括H.G.威爾士系列小說,其中1901年,月頭上最早的人類,將整個月亮設有居所,外星人設定是頭毛鼻,眼睛出現突快,步之古怪。 這個概念在漫畫及科幻雜誌上出現,當中包括David H. Keller作品,The Conquerors。 960年代,悔人開始在小說中流行,遇到喇叭族等虛擬外星生命,但是1965發生了改變因為Boston Traveler出版了他自稱為真實故事的書Betty and Barney Hill。 據說虎仔來自他被催眠後的套實回憶,並入Benjamin Simon醫生記錄了一年催眠治療,他描述一個薄烤餅型太空船降落在山幽上並下來了一些無無無以大眼的外星人。 流行文化開始越來越多地將小灰人與許多軍功複合體和新世界秩序陰謀論聯繫起來,一個眾所周知的高峰是福克斯電視台連續劇X檔案,於1993年首播。 它結合了沉穩灰色外星人全體的證據以及一些不明飛行物陰謀論將其全部集會般的串折編排起來, 幻有1996年首播的《Dark Skies》《擴展列MG》12組織的陰謀,之後《Stargate SG》一星門計劃的連續劇把更多科幻成份融入,並把小灰人描述成宇宙正義力量,到了戲劇末期幾乎成了星際大戰的故事。 搞笑動畫南方公園中小灰人以兩集嘉賓方式出現,擔任一種諷刺角色。 1995年一個輿論高峰系電影製片人雷桑蒂利聲稱已獲得了22張16毫米膠卷, 這張膠片描繪了一個真正的灰人詩檢,據說是從1947年新墨西哥州羅斯威爾事件中發現的,之後美軍紀錄詩檢影片。 引起軒然大波,然而在2006年他自己承認影片是流的,但又堅稱真實影片傳在他並看過,此假影片是他憑記憶盡量還原真實原片的重拍品。 後來這一事件成為2006年英國喜劇電影《Alien Autopsy》的主題, 趙鳳愛聲狂熱者可以隨意被一個騙子耍十年。 今堂我們暫時講完,多謝各位同學這麼專心聽書, 喜歡我們課堂的朋友,請贊號和分享, 最緊要訂閱我們頻道,要按旁邊的小鐘, 我們一有新影片,各位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 好啦,Goodbye Class!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控油去屍,固法,欲法,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這間電腦封部aaa, 可以選對個針尼文字,